现在我很荣幸在此宣布 唐奖第六届汉学奖授予许卓云博士 许卓云教授的史学能见其大 其中国古代专论发掘长期历史的本质问题 通识解释着重文化之含荣与交流 寻找中国在世界的定位 他的著作透露着对国家民族以及世界人类的关怀 是一位博雅兼具熟识的历史学家 唐奖的水平是学能很高的 所以我得到这个幸运 这个荣誉 我自己心里也很惶恐 就我要能觉得自己可以跟余英诗 王耕武跟他一样 我们三个童年都输马 三匹马 我盼望这种吉利 带动许多年轻的中年的学者 说到了94岁 海人能认可你 这个比巴斯种状人还难 许晨晨其实特别地注重你 讲了中国跟他周边的国家 或者是文化的互动 是彼此形成的 不是只有中国影响别人 而是中国也受到影响 甚至没有周边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 就没有中国 这样的概念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